男人因为一个错误的决定 让公司损失了整整十亿美金 不出意外的 他失去了这份工作 还背负上了高达十亿的债务 女友的离去更是成为了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找来一台跑步机 将车把去掉 在一个特定的角度放上刀子 他准备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 然而就在这台设备启动的前一刻 屋内的电话响起 父亲去世了 一体在老家 距离这里数千公里的伊丽莎白镇 母亲因为受不了这个刺激已经痴呆 身为长子 他有义务去处理父亲的后事 杰克怎么也不会想到 这次的旅途将会改变他的一生 他所搭乘的是一家 即将要因为亏损 从而倒闭的航空公司 偌大的飞机客舱内 乘客只有他一人 一名空乘款不走爱 杰克本无心理会 可克莱尔却是态度坚决 为了耳边能清静些 他还是坐来了头等舱 得到回答后 克莱尔并没有离开 直接坐到了旁边的座椅上 他表示自己对那里非常熟悉 说着还画出了一条旅游路线 面对他的喋喋不休 心情杂乱的杰克起初只觉得过躁 可渐渐的 他却是在克莱尔身上感受到了关心 这种感觉已经好久没有在他的生活中出现 杰克脸上不自觉地有了一丝笑容 克莱尔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成 便起身告别 原来从上飞机那一刻起 他就注意到了这位不寻常的客人 次日清晨 飞机抵达了目的地 直到快要走出机场 克莱尔还在对着他说一定要开心乐观地生活下去 望着手中的名片 上面还有克莱尔留下的手机号 杰克离开了 历经几个小时的车程终于抵达伊丽莎白镇 他见到了父亲的遗体 同时还有来悼念的亲戚 因为自小在外地长大 这些人他一个也不认识 晚上找了酒店住下 一股空虚感莫名而来 给妹妹和好友都尝试打了电话 可却没有一个能接通 犹豫后 杰克拿出了克莱尔给他的名片 在打电话之前 他演习了很多遍自我介绍 可当电话真正接通后 克莱尔没有询问他打电话来的目的 只是杰克在每说一件事后 他都会加入探讨 善良的他知道 杰克想要的不过是陪伴 两人乐此不疲地聊天 让他们对彼此的了解更加深刻 时间持续了很久 眼看着还有一个小时就要天亮 两人开车开始向彼此奔赴 期间没有挂断电话 直到四十分钟后的碰面 很快天色见亮 他们面朝着的湖泊上满是雾气 想象中的日出并没有出现 两人开车去附近的镇上吃了早餐 然后在一处十字路口告别 得知克莱尔准备去夏威夷度假 尽管杰克心中不舍离别 但总归是没有理由和身份留下他 返回小镇 强忍着晚上没有休息所带来的疲惫 他开始忙碌起父亲的后事 下午杰克无精打采地返回酒店 手机就接到了来自克莱尔的电话 克莱尔扎响身边的气球 杰克扭头查看 因为决定要火葬 两人到镇上挑选了骨灰盒 去了名人旧址 然后一起来了墓园挑选墓碑 雨水浸湿了草地和树枝 阴郁的氛围因为有了安妮的加入 周围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暧昧的味道 他们度过了开心的一天 晚上 在加油站即将分别时 两人对视不语 脸部逐渐贴近彼此 可就在嘴唇相处的前一刻 他们相约先成为朋友 杰克白天忙碌父亲的葬 晚上则返回酒店与克莱尔相处 孤独的内心港湾内 终于停靠了一辆可以在他的船 酒店举办完婚礼的场地 成为了两人优惠的地方 他们分享感情经历 分享童年生活 分享可以分享的一切 当然这其中不包括杰克的欠款 渐渐的那份压抑着的感情再也无法抑制 发生关系的第二天 不知为何克莱尔没有喊醒杰克 一个人就准备偷偷离开 可还没走出多远 后知后觉的杰克就找了过来 他以为克莱尔的离开是因为自己没有对他坦诚 于是便交代了自己欠下十亿巨款的事情 克莱尔表现出一种难道只因为钱就要结束自己生命的不邪 不论��� 所以你也不太一个礼 reais 治愈吗 你就 zar价学们 杰克还沉浸在这些话中 克莱尔就转身离去 因为他的那番话 杰克放弃了了结生命的念头 可想要他重新振作还是很难 于是在杰克父亲的葬礼上 克莱尔出现在了后台 上面是他去过的景点 克莱尔想要杰克在结束这里的事情后 按照上面的标注重新走一边 在那之后 两人便可以真正地在一起 葬礼结束 杰克坐在车里打开了那本相册 上面甚至写有旅游指南 打开音乐 杰克怀揣着复杂的心情出发了 他放慢了前行的步伐 逐渐将注意力放在沿途上的风景 每去到一个地方 按照克莱尔的标注前行 他就会得到一句话 每到一个景点这些话都会出现 他开始对下一个要到达的地方充满期待 同时内心也明白了 克莱尔那天会离开的原因 原来他是来提前准备这些了 这一趟长达数月之久的旅途 他不但完成了将父亲骨灰 抛洒在大海的任务 还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 了解到了人生百态 看着里面已经没了父亲骨灰的骨灰盒 脑中不自觉浮现出 小时候和父亲一起成长的画面 连面对结束生命都不露切的他竟然哭了 这一刻 杰克的所有情绪全部宣泄而出 终于 他获得了重生 真正意义上的重生 马上就要到达最后一个目的地 杰克表现得很紧张 内心更是忐忑不安 通过旅行 他已经完全走出了困境 而想要完成一趟方便且舒适的旅行 一辆自己喜欢的车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你最近有购车计划 点击左下角打开懂车地 首页点击车型大全 通过车型对比条件选车等功能 比对不同车型参数配置 同时还能了解更多购车优惠 让你买车选车更轻松 他按照只是在集市上找到一双球鞋 捷克开始在人群里寻找 这里戴红色帽子的人数不胜数 但仿佛是命运的质疑 他还是在人群中一眼看到了他 人们需要旅行往往有两个原因 希望有个人在远方等着你 或是身边有个人可以陪你一起上路 如果你不爱自己 这一切将毫无意义 如果音乐与旅行 如果爱情和至亲 能唤起你对自己的那份热爱 世界上还有什么坎士不能迈过的 希望看到这部电影的你 也能在以后的逆境中坚守自我